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看到的请敲腰啊 嗯有看到 我有一些看不到大家的评论 OK有看到了 好的今天就是很高兴 受宇童老师还有孙医生的邀请 来咱们Brench Lemon做一次分享 然后我本身呢 就是对营养还有中医学是特别感兴趣的 然后我也是跟孙医生的想法很一致啊 我也是想帮助更多的人来实现健康 还有实现瘦身 的这个终极目的 因为咱们不只是为了单纯的瘦下来嘛 然后也是要一边瘦一边 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所以今天很开心能跟大家做一次分享 然后今天我分享的主题 就是从营养学和中医学的角度 来看减肥和健康的关系 然后在 孙医生我这个屏幕 好像不能进行下一页了 就是被锁定 有时候孙医生也有这个问题 他也说他的页翻不了 您要么把全局改一下 看看能不能 现在就是点这个缩小键 他没有反应呢 OK 好了 好了 到了 到下一页了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主要是三部分嘛 一个是我的自我介绍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人为什么 他们又瘦 然后又长瘦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这一套养生减脂的方法 如何能让大家做到 一边养生的同时 又一边能健康的减肥 然后首先我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因为我是来日本第十年 然后当时是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在这边念的 然后毕业之后呢 我就进入了一家当地的这个福祉机构 然后做配餐营养师 然后到目前为止从在日本从事营养工作 然后也有三点多的时间 然后我自己也是考取了国家高级的营养师的资格 然后还创办了一个养生减脂学院 目前这个养生减脂学院呢 已经帮助三百多位女性成功的调理瘦身 这就是我的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啊 咱们就话不多说可以进入正题 这个是我之前啊 在这个福祉设施配餐那些图片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人吃的也不是很少 从这个量来看呢 他们的碳水也很多对不对 就是有肉然后有菜有主食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 是面拉面加米饭的这样的组合 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又瘦又健康呢 我也给大家找了一些啊这个这个图片 这是当时我就是出门的时候随手拍的 这个是在我因为我生活在日本的大阪 这个是在大阪最大的车站叫做梅田 我随手拍的这个梅田车站我查了一下 当时有一个报道说它是全世界客流量排第四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车站 然后几乎很多日本人中转 然后都是从这里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站的照片 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日本人 我真的来日本十年 我都很少在日本的街头能看到胖子 就是一开始我也就 就是很好奇这个事情 然后自从我接触到了营养学 然后带着营养学的角度 从营养学的角度 然后来看日本人的饮食啊 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啊 行为模式之后 然后也总结出了一些啊 我认为他们又瘦又健康的原因 大家这个想不想跟我一起 探求一下 想的话 然后咱们口口666好不好 有人敲66666 都想知道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的互动啊 然后我就是也找了一些数据嘛 然后咱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日本的平均寿命 以及他们的诽谤率 然后同时呢 也可以跟您所在的地方 应该大家都是在美国 然后咱们来做一个比较 然后就会有一个 特别直观的感受了 日本首先呢 它是已经连续20年左右 稳居世界前列啊 它的平均寿命 男性的寿命平均在81岁 女性要更高一点在86岁 就像我目前所在的医院呢 我是在一个养老 偏向于养老养生条理的 这样一个科室啊 比起那样特别重大的疾病 然后进到医院的人 我这边呢 接触的更多的就是老年人 然后确实是 到医院他们也没有什么 特别重大的疾病 但是就是想调理一下 然后进到医院里面 几乎都是80岁往上 然后90多的也很常见 偶尔有一个四五十岁的来 我们都会很惊讶 说哎怎么这么年轻 然后他就来这个科室 但是偶尔才有 就是80多90多岁的 这个日本人真的很多很多 而且本身他们的身体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疾病 当然比如说腿脚有点不好啊 活动有点不太灵敏啊 这个是有的 然后再看一下日本的肥胖率啊 他是八达国家中 这个 这个突然弹窗了是什么 我做了一个那个问卷 了解一下大家的年龄 好的好的 谢谢宇童老师 这个我给忘记了 没事 好的 那我们这次听分享的人里面是50以上的人群是最多的对吧 从现在的数据来看 嗯 对的 好的好的 50家和60家的人明显很多 好的 好 嗯 继续收集您继续讲吧 嗯 好的 这个弹窗就是停在这里吗 宇童老师 我还关不掉 好的 然后日本呢刚才说到是肥胖率的数据啊 日本是八达国家中肥胖率最低的国家 它是约4% 然后以这个优雅啊 精致著称的反国的肥胖率是11% 美国呢则是高达30%以上 所以大家从这个数据也能特别直观的看出来啊 日本它真的寿命又长 然后肥胖率又低 它是怎么做到这样又瘦又健康的吗 嗯 就是大家 我这里也想做一个调研啊 就是关于日本这样又瘦又健康的原因 您能想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对日本的了解也好啊 还有对健康知识的了解也好 然后帮我打在公平上好不好 他们为什么会又瘦又健康呢 你觉得其中最关键的那个因素是什么 嗯 饮食 有人说吃的少 还有说seafood 油炸食品少 日本的油炸食品很多的 很多 它的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锣 那个就是油炸的 对 天赋锣 天赋锣对 陆陆说 饮食运动 对 饮食是一方面 但是运动呢 我来 又找了一些运动相关的数据啊 咱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其实日本人是全球最不爱运动的国家 日本能排到第11位 他们全球有超过60%的人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在平均水平以下远远不及美国的 像美国呢 现在是全球最爱运动的国家 40%以上的人参加运动的积极性 都是很高的 而且在高水平以上 大家都是身在美国嘛 有没有这个感受 是不是感觉周围的人 包括自己 然后这个运动的意识还是很强的 而且也有真的在付诸行动 但是日本就 我的同事里面 然后是没有什么人在运动的 我接触的日本人也很少有那样 他们病期会去健身房运动的人 很少很少 所以就是运动嘛 可能在日本的 这个他们又瘦又健康的关键因素里面 我个人认为可能排的不是那么靠前 那我自己也是在日本十年了嘛 所以我也学习营养 我就是从这方面呢 从这个角度呢 然后也自己总结观察了很多 今天也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为什么又瘦又健康 然后首先 就像刚才很多人也说了嘛 就是他们的饮食 然后我总结的是呢 日本料理 它的餐食是少而精的 而且结构很丰富 就是说每道菜的菜量 它并不大 都是那样分装的 小碟装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的图片啊 就是 你看有汤 有菜 有肉 有米饭 而且也有很多炸的东西 其实日本人还是挺爱吃这个油炸的东西的 他们是炒菜 熬汤啊 煮饭啊 这样的时候 家庭祖宗很少放油 但是他们本身 油炸的 像他们特别有名的天酥螺 还有这个炸鸡块 炸猪排 这都是日本很有名的料理 这都是油炸的 但是呢量都很少 然后我们就经常会开玩笑嘛 就感觉 一个日本人吃饭 然后要洗他的碗 就要洗六七个 七八个甚至 然后像我们中国人的话 可能很多人去吃饭 五六个人去吃饭 然后点点的菜 然后就是日本人一个人用的 那么多的碗 然后早在三十年前啊 日本的后生劳动 他就是提倡一天吃三十种食材的概念 而且这个概念广为流传 很多家庭主作 都是以三十种食材为一个基本操作 来啊 规划家庭的一天的饮食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还有第二个 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日本是个岛国嘛 四面环海的 他们吃深海鱼类就比较多 而且就是都是很新鲜的海产品 这个对营养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深海鱼里面富含 不饱和脂肪酸 奥米加酸 而且这个是咱们人体不能自己合成的 所以它摄取的比较多嘛 然后就当然就自然就会对健康很有帮助啊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少油 少盐少调料 刚才说他们做饭的烹饪方式 虽然有很著名的菜是油炸的 但是烹饪方式呢 一般家庭料理的烹饪方式 还是以这个生食或者蒸煮 因为日本料理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则 它就是要保持食物的原来的味道 然后品尝食物原本的味道 所以就是调味料呢用的比较少 像咱们中华料理里面经常有的爆炒啊 红烧啊 这样的烹饪方式在日本料理里面就比较少 然后第三个就是比较少吃外卖吧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每次回到回国 还有和在日本对比呢 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 中国的外卖真的是四通八达 而且再小的一个店它都有外卖 而且外卖又快又便宜 但是日本不是这样 日本就是反而外卖的价格要贵 我同样买一份麦当劳的套餐 我可能去店里面买是五百日元 但是我在外卖软件上买我就是七百日元 而且还要加一点配送费 所以而且这个日本人啊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日本人是有这个便当文化的 这个妈妈给孩子做便当 然后这个妻子给丈夫做便当 这个都要带到学校里面去吃 然后听说小朋友们还会互相盘点 然后谁的妈妈做的便当好看 谁的妈妈做的便当好吃 这个他们然后工作了之后呢 自己做便当 然后带着公司给自己吃 这个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所以他们的外卖一个是不发达 一个是他们本身的便当文化 让他们很少吃外卖 然后第三个第五个呢 下一个就是饮食比较协制吧 就我观察日本人不是说 我一定要吃很多就像去吃 比如说去吃自助 我一定要吃到回本 就大家一直都是在品尝 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 我吃到我舒服 大概八分饱 然后就停下来 而且就是日本人 他们很多都是在饭前饭后 然后都会对着自己面前的食物 做一个感谢的动作 所以就是也很珍惜 食物来之不易 所以饮食这样也比较节制 下一个就是控糖的概念 应该这个概念 在美国也还蛮广为流传的 我看过很多美国这个 医生啊 营养食业界的书 里面都会涉及到 这个控糖的概念 在日本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饭馆吃饭 你经常可以听到 然后大家点了一份定食 里面本身是有米饭的嘛 但是米饭我只要一半 或者给我少盛一点 还有他们卖的饮料呢 也很多都是减糖的 货架上很大一部分 都是那种完全不含糖的 茶类的算是饮料吧 然后日本人每天 我的同事们经常就是 每天都在喝这个 他们也不怎么喝白开水啊 就是每天喝很多茶 但是里面是不含糖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个也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他们的出行习惯嘛 因为日本打车是很贵的 而且这个轿车啊什么的 也不是很方便 完全没有像中国 随便手机上点一遍 然后就可以有车来家门口接 你的那种方便程度 所以出行呢 他们几乎就会 基本上都会利用 公共交通吧 或者是步行 或者是自行车 而且日本的驾照 也蛮贵的 而且驾照很困难 很多人就是好很多次啊 然后过不了 所以这个出行习惯 可能也让他们 无形之中 这个运动量 这样子轻微的运动量 他就加上来了嘛 而且日本的上班族 他通行的时间也很长 有一个调查 这个显示 日本平均上班族 花费在通行上的时间 只有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如果是很大的城市 比如说像东京大阪的 这样的城市的话 通行时间还会更长 然后下一个就是日本人 他们有泡澡的习惯 就是不管你的家呢 再小 他们每家每户 都是有浴缸的 而且这个浴缸是标配 然后除了就是 夏天很热的时候 是淋浴吧 然后几乎其他时候 都会每天泡澡 这个我特意有问过 我的医院的同事嘛 他们真的是 每天都会泡澡 而且还会定期的 去泡泡温泉 去外面泡温泉 然后全家人一起去放松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这个 不只是消散疲劳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也能把身体里面的寒 食气啊这样散出去 所以对自身的健康 以及减肥 都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动作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日本政府 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就是每年 员工 企业也会对员工 进行这个体检 如果腰围不合格 就会 给你就是进行一个谈话吧 然后让你做一些 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让你去捡这个腰围 听说之前 上过新闻的有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公司里面的 一个职员 他的腰围是不合格 然后也没有超多少 听说也就是 一厘米两厘米左右吧 然后单位 然后就跟他说 说你要先去减肥 然后到位捡到这个 合格的范围之后 然后再回来上班 这个 而且就是 这一点确实是 公司们几乎都在 践行呢 就是这个 全民 国民 全体国民受邀的计划 然后这个 实施的这个普遍率 还是特别广的 然后 听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收获呀 如果就是哪些 如果本身你有 肥胖的问题 或者是想减肥 或者是觉得自己这个身体 有一些压健康的状态啊 哪些 刚刚讲的这些 比较好的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 哪些没做到的 然后大家可以 从自己的生活里面 做起来 但是如果说 哎 我好像还不错啊 我饮食也比较控制 然后我也有这个 稍微的去运动运动 然后我的生活习惯 我也没有说 天天就不做啊 不动啊 之类的 但是我仍然有这样 回报问题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 问题想一想 然后之后我们会给大家 进行答疑啊 然后也可以帮大家 诊断一下自己的体制 这个大家之后 可以一个听到最后 然后会有福利给大家 刚刚听到这个 听完日本的这个 他们的饮食文化 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 大家有没有收获 有收获的话 然后能不能帮我打一个666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留到最后 我们一起来打一样 嗯 很多人都有都有收获 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的互动啊 然后 那咱们就进入下一趴 如何一边养生 一边减脂 这个是我 是我自己 就是 这套方法 是我经过多方的学习 然后总结成了 这套方法论 也在三百多人 真的减过肥 调理过身体之后 证明它真的有效 然后今天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 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呢 大家为了减肥啊 为了体重的下降 真的是做了 一些对身体 很不好的事情 的人很多很多 就是每次看到 这些事情 都会感觉 真的很痛心 明明有更加健康的方法 可能是因为 太迫切地追求 体重的下降 然后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或者是 我想又健康 又收下来呀 但是也不知道 具体怎么做 就是大家有没有 这样的疑问 大家有没有 对那个减脂 减肥 有需求的人呀 能不能帮我 打一个一 然后我看一下 有多少人 我可以给大家这边呢 稍微解释的详细一点 有的杨 太阳花 对很多人 有很多人名字 你们应该改一下名字 这样我们再 可以对得上号 对最后肯定会收集 大家的问题 然后来给大家 做一个一对一的答疑 让大家可以改一下名字 那这么多人 对这个一边养生 和一边减脂 感兴趣 谢谢大家的互动 我来具体的讲一下 那养生跟减脂的关系呢 首先我想给大家 解释一下 因为有的人都说 我也不胖啊 我本身没有这个减肥的需求的 我只想养生 或者有的人说 我就是想减脂 然后你赶紧帮我收下来 这个养生嘛 等我收下来之后再做 我会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 但其实这两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先后的顺序 它是一个同时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养生就等于 想让自己变得健康 对不对 就给大家认同吧 那健康和肥胖的关系就是 不是你瘦了才健康啊 而是你健康的自然会瘦下来 因为本身呢 就没有一个胖子 它是健康的 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所以这两件事情 健康跟肥胖 这两件事情 我们是可以同时来改善 同时来解决的 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顺序 所以知道了这个前提之后呢 那就是如果一边养生 一边减肥呢 我这边给出的答案呢 就是希望大家进行体质上的调理 体质这个概念是从中医里面来的 中医呢会有九大体质 分为这个 这也没我也写了 这九大体质啊 每一种体质 它的对应减肥方法是不一样的 就像很多人刚才也提到说 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健康呢 有的有的伙伴打出来了 是他的那个 因为他运动嘛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 对于想要减肥啊 对于想要增强体质 首当其中想到的就是 我要去运动来加强一点运动吧 我去那个健身房 然后那个买个卡 找个教练 然后我练起来 但其实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的话 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一个阳气质 一个气质质 你自己本身身体的阳和气 都是不够用的 这个或者是再加上血瘾质 这个气质又不足 然后再去大量的健身运动 反而对身体这种消耗 也是最后不会让你瘦下来的 即便瘦下来 它很快也会反弹 因为你身体本质上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 没有改善 身体的内在环境更是 可能会还更差了 所以这个冰冰洋洋的瘦下来 和健康的瘦下来 我个人认为 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因为我们很多人 当然减脂 他肯定也不是说 我只想要一个单纯的 身材上的苗条和纤细 肯定是想要我精力更加充沛 我更加健康 我的这些加健康的问题 可以得到改善 对不对 所以光说这些体质 可能大家如果没有了解过 中文的人就会比较模糊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些 我自己带过的案例 大家可以从这些案例里面 找找提示 没有符合自己情况的 也可以就是对证的给自己 对比一下 用自己的情况来对比一下 首先就是给 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案例 他是43岁 然后他在我这边 三个月是减重了时间 还有他本身是那个 卵巢早衰 他几乎是必经的状态 因为年纪并不是很大 但是已经有了这个问题 本身还想要二胎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问题 也要不了 就很困惑很难受 而且就感觉自身的 这个本身的精力呢 也不够充沛 然后本身也是一个 线上创业者 之前是国企员工 现在是线上创业者 他肯定创业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精力 来支撑自己的创业过程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 就是一个比较困惑的状态 然后他其实本身呢 基数并不是很大 也只有120斤 他在我这边减了10斤之后呢 我说你已经达到了你自己 这个跟你身高比较符合的一个体重 不能再继续瘦下去了 继续瘦下去 反而是对身体不好的嘛 所以他当时减重了10斤 然后呢 他最惊喜的地方 就是他的这个弊性问题的改善 就是你看他是在这个5月8号的时候 跟我说我好像要来 要快来月经了嘛 然后呢 5月9号的时候就说已经来了 这个如果是这次来了的话 这是一年之内最准的一次 因为他之前 两个月三个月不来 这样的事情都是很多的 我给他用的方法呢 就是说咱们用那个 西方营养学的角度 来给他做一些饮食上的搭配 还有就是饮食上 比如说有一些进食的时候的 一些小的建议吧 这个多吃一些什么东西 少吃一些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可以先吃 可以什么后吃 这些都是对减脂有关系的动作 然后再加上呢 帮他调整个体质 因为他这个 有姨妈有这个月经问题啊 他应该是体质上的问题 比较大 因为之前 就是因为现在的创业 然后之前自己也创过 因为身体特别的虚 然后一看这个身体 它是经历过一些 比较重大的打击的 还有重大的劳累的 因为你当 你现在呢 可能觉得 我这个还挺注意保养 但如果你的生活里面 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经历过那样 特别疲惫一段时间 或者心情受打击 特别大的时候的话 在你身体上 是会留下痕迹的 所以他才反应 他在43岁的时候 才会反映出有一些 几乎要必经的问题呢 三个月之后 就几乎有一个 很好的改善 因为他之前也是去过医院啊 喝过中药啊 这些都没有用 他的这个月经 还是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的不来 然后之前 在我这边就调理了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的时候吧 然后他就已经 这是一年之内 最准的一次 大家可以看他 自己说的话嘛 这是最准的一次 然后已经来了 然后几乎后面两个月呢 也还是就是一个多月一点 这个周期也基本 就稳定住了 然后这个就是 体重 这个体重管理 加体质条理 双重 双管齐下 然后双主线 进行了一个 比较好的地方嘛 我们在不知不觉呢 可以让自己先瘦下来 那瘦下来 这个瘦下来呢 也不是伤身体的瘦下来 对不对 就是也是健康的瘦下来 健康的瘦下来之后呢 那你的身体本身 存在的一些体质问题 一些亚健康问题 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改善 这个是身体 给你的一个馈赠嘛 因为你现在 对吧 有好好的对待她 有认真的对待她 然后也这边 很积极的每天 配合我的方案 去调理 去改善 去饮食上 也有助益 这个就身体 会给你一个反馈 会给你一个馈赠 然后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个案例啊 这个姐姐也是43岁 年纪也不大的 她本身呢 是没有 没有这个 减脂需求的 你看 大家可以看这个 左上角的第一张图 还是6月21号的时候 跟我联系的嘛 她体重保持正常即可 她主要就是说 自己气色不太好 肤色偏暗黄 然后就是特别 特别的想改善 特别想改善自己的 这个气色不好的问题 那我说她可能是那个 气色不好 就是这个气色不足吧 可能正好当时 是6月份是夏天嘛 然后正好让她在 这个三处天的时候 来度步阳气 然后在这个 她调理了之后呢 你看她给我的反馈 就是 感觉自己的皮肤 就是变细腻了 她之前 后来有一次 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聊了很久 她跟我说 她的先生 然后也 也会 就是观察她之后 然后就是也会 也跟她说 你的皮肤最近变得很好 你是就是抹了什么 还是做了什么 因为之前就是 她的先生 完全不会跟她 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就突然那天就在夸她 还有就是 她这个体重 她虽然没有 这个减肥的要求 没有减肥需求 但是呢 她就是通过这个条理呢 她上秤之后 就是还竟然减了一集 大家可以看这个第二张图 她本身 而且那几天 调理的那几天 她还是在外地出差的状态 饮食还不太规律呢 但是 有了这些调理的动作 她上秤回来一成 竟然还减了一集 这个就是 我们通过调整 调理自己的体质 然后达到了 你自己更健康 那你本身可能 身体有一些多余的脂肪 虽然你对自己的总体的 这个体重是满意的 但是 谁都会有一些多余的脂肪嘛 那这个时候 她自然而然的就剪掉了 而且呢 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她说了一个特别 让我也特别惊喜的点 我还握着这个 根本发了一个朋友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当时发的朋友圈 就是说 她之前有这个腰间盘的问题 然后去了医院 住过几次院都不管用 第一出院还是疼 然后她也没办法走很多 但是现在呢 她不是在那个外地吗 在外地出差吗 这个也由不得自己 然后又去拜访客户什么的 走了两万步 竟然都不腿疼了 这个虽然说 这个我没有特意给她调理过 她腰间盘的问题啊 只是说 但是她在三处天 做了一个调理 然后她就有这个 意外的惊喜 这个我自己也是感觉很惊喜 那三处天嘛 正好当时夏天 阳气很足 是爬了一下身体的湿寒 然后跟身体不足了阳气 这个就是对这个风湿啊 风鞋导致的腰部腿部的疼痛啊 经过受限 这个活动受限 经过有堵塞的问题 她是有这个效果的 然后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第三个这个案例 这个我这位 虽然她是之前在我的社群里面 做过一次分享 正好她把自己的情况 也总结得挺好的 我就把这个截图 然后给大家拿出来 直接看一下 她是本身35岁 是一个上班族 然后可能吃的东西啊什么的 就是也没办法固定 天天自己去做 然后点一些外卖 然后自己呢 也比较喜欢出去 吃各种各样的美食啊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真的想减肥啊 但是我的工作就是我要 坐在那里很长时间啊 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去运动 然后但是呢 我还我总得生活中 奖励一下自己吧 我想我自己就是爱吃 各种好吃的东西 我还总想吃个吃一个 所以这个在减肥的时候呢 就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 然后再加上 我自己就是这种人 然后再加上 有很多这个姐姐 她是因为可能年纪 越来越大了嘛 然后上了年纪之后呢 她会明显感觉 自己的心肯代谢不如以前了 我之前感觉 我好像吃 怎么吃也没有胖多少啊 甚至体重也 也还维持挺好的 都没有刻意维持 也是随便吃的 但是没事 但现在呢 就不知不觉嘛 就胖了很多 你看我这个学生 她也是说啊 我这个不知不觉 一年时间长胖了三十多斤 是不是很可怕 这个我当时 她找到我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惊讶 她 而且年纪并不是很大 但是她也有了这个 特别明显的 心肯代谢下降的 后面的这个反应出来 然后呢 本身又没有什么时间 去健身房去练 然后天天下班之后 再健身 然后也就是很累了嘛 然后也没时间 然后呢 在这边 我帮她就是 也是做了这个体重条例 还有体制条例 和体重管理的 这个 双管旗下的一些动作 然后她是三个月的时间 减重了25斤 然后从130多斤 减到105斤 穿衣服的码数呢 从M码 从XL码 变成M码 这个她自己就是也还 也很惊讶 因为她 好像是说比她之前 就是瘦的时候 还要再瘦一点 因为105斤了嘛 她是1米6多的身高 这个身材 就是比例是很好的 然后呢 当时我请她来分享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结束 我的这个服务很久了 已经过去了8个月的时间 但是她按照之前教她的方法呢 体重她就是保持在106到110斤 然后她自己还说 也没有刻意去保持 但是就是一些 比如说生活习惯了改善啊 饮食习惯了改善啊 她就是自然而然的 然后能达到一个 体重不再有太大的波动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呢 她自己特别精细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当你好好 爱护自己的身体 然后做了一些对身体很好的事情之后 身体一定会从你那个很 本身很薄弱的地方 给你一些反馈 她自己本身很薄弱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她的月经周期也不稳定 量也不多 而且还痛经 之前都是要靠止痛药 可能度过前两天 根本就反不过来的那种 然后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 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啊 比如说不知不觉就来了 都没啥感觉 现在对这个胜利期 已经比较云淡风轻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下面一个案例啊 这个 这位学员跟大家一样 是生活在美国的 然后呢 你看她 这个 我截了一下 我当时给她做复盘的 这个舌面的图啊 大家就算是不懂中医的人 是不是也能看得出来 舌面 一直都是变得越来越清爽 越来越干净的一个状态 那一开始7月19号的时候 发黄 然后颜色也是发暗沉 舌苔发黄 舌苔很凤腻 对吧 等到8月2号的时候呢 这个好像暗沉的事情 那个血色很暗 颜色很暗的问题 有了一点改善 然后这个 舌苔呢 也变得稍微的白了一些 没有之前那么黄 对不对 因为黄的话 说明你的身体 不只有湿还有热 在8月2号的时候 这个发黄的现象 然后就好了一点 然后到了8月23号呢 过了大概20天吧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 越来越清爽了 这个 它也比较薄了 而且是正常的 这个白色 本身我们的健康的舌苔 有一点这个正常的 就是薄薄的白胎 它是最好的状态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舌苔 完全没有舌苔 也是不健康的状态 等到8月30号的时候 这次只过了7天呢 然后你看它的颜色 是不是也很正常 然后这个胎呢 薄薄的一层 大家可以肉眼可见的 从7月29号到8月30号 才一个40天左右吧 然后这个舌苔肉眼可见的 就清爽了很多 其实我这个血缆 他不是自己想减肥的 他是想帮他老公减肥 但他老公是美国人 我说那我把方法告诉你 然后呢 因为他在家里面 会给老公经常做饭的是他 我说那就按这个 我交给你的方法来 让你的老公 在饮食上配合一下 然后呢 他老公一直都是 有减重的状态 他本人是没有这个 减肥要求 你看他跟我报喜的时候说 我老公今天就是1.6磅 昨天0.5磅 然后就持续的 每天都在吊床 然后呢 他而且最关键的是一点 就是他每天都吃了很多 他跟我反客 他老公也很开心 因为没有让他饿着 反而什么都能吃 然后像之前 他们也自己去尝试过 减肥啊 调理啊 比如说吃一些这个 带餐粉啊 之类的 那他 他称这个 之前吃的东西 为兔子餐啊 就完全是吃一些 生的蔬菜 鸡不好吃 对身体其实不好的 因为这个蔬菜 生的蔬菜 它还属于这个 生冷的东西 尤其我们脾胃很弱的人 吃一点凉的 就会拉肚子 或者甚至没吃 就已经很害怕了 害怕吃凉的这种人 尤其这个腰膝 就会比较怕冷啊 手机到冬天 手脚冰凉 怎么都缓不过来的人 这些都是脾胃 比较差的一些表现嘛 但如果你这个时候 还是吃一些生的蔬菜 其实你看上去 我是在吃蔬菜啊 这个不是对身体好吗 不是对减肥好吗 但其实是对 这个身体很不好的 因为你没有顺应了 自己的体质 对吧 然后 再给大家继续看 下一个案例啊 这个是一个30岁的 小姐姐 她上班族吃食堂 大家有没有这个 每天我吃什么东西 可能自己控制不太 因为我要吃食堂 或者 我 由于工作原因啊 或者什么原因 我只能 吃的也比较误定 我自己也做不了主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的话可以打个一啊 看一下有多少 学员是有 有多少 伙伴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其实吃食堂 不见得是这个 减不了质 而且食堂的种类呢 还丰富呢 对吧 如果你可以利用的好吗 其实她对减肥是很有帮助的 像我这个学员嘛 三个月的时间就减了130斤 而且她本身体重是166斤 处于一个大级组 然后她 你看她给我拍的这个 她自己的照片 她说 很久没有看到自己有过腰了 已经跟原来 现在就完全不是一个感觉了 因为从腰的两边 甚至能看到一个幅度 然后我就说嘛 当然了 你的这个腰围 也讲了十多厘米 当然会跟原来不是一个感觉 因为我们一味的追求 这个体重的下降 可能并不是一个上策 因为就比如说我节食减肥 那对身体其实很不好啊 但是你在体重上 也是能看到一个下降的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啊 为了我体重迅速的下降 迅速的达到瘦的目的 我就去饿着自己 但你这个时候呢 你一旦恢复了正常饮食 你马上就会反弹 因为你真正减下来的不是脂肪啊 可能是更多的一些 你的身体的水分啊 或者是你 甚至你的肌肉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是一种健康的方法的话 你看她每天吃的就很固定 我这边还专门截着一下她的土吗 她吃食堂 每天就是这样一份一份的菜吃着 然后 我会就是知道她怎么去吃 然后给她一些建议啊 分居她的体质 给她一些建议 然后呢 她就自然而然的 三个月捡了这个十多斤 三十多斤 然后这个 甚至这个穿衣服啊 穿裤子啊 都跟 原来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都已经经常出去 就要买这个新的裤子呢 如果大家就是很担心 自己这个 有的人吃食堂啊 或者吃的比较固定啊 自己不能做饭 自己决定不了自己吃啥的 然后也可以 嗯 就也不要太担心 只要用了这个健康的方法 你知道自己该吃什么 怎么吃 吃多少 这个就会很自然的减下来 而且也是一个很健康的方法啊 没有吃 没有 你看这个血压吃的 她每天也吃的很丰富 吃很多的 也不是 也不用她节食 甚至她上班族嘛 没什么时间健身 然后也没有要她 强加一些运动给她 然后下面一个案例啊 下面一个案例也是同样的 是一个老师 他也要吃食堂 而且他食堂的菜 大家可以看到 跟上一个 就明显的比起来 就是他食堂的菜 就单一个很多 而且就是可能小的兔 看得不太清楚 他有的菜还很重口味 他红烧啊 那样卤的 卤制品啊 这样会比较多 像上一个品啊 你看他就是 土豆丝啊 什么窝笋丝啊 他就很清爽嘛 但这个呢 他不只是决定不了自己吃什么 因为食堂 给什么吃什么嘛 然后还比较口味重 但是呢 他只有30天 我讲了12斤 他本身是一个150斤的体重 没有身高蛮高的 其实不是算是一个超大技术 但是效果还是很好的 而且你看他的 全身的维度都会有加强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是用节食的方法 你减的是水分 然后你可能这个 之后就会反弹 但是如果你是健康那种方法 不只是你体重在下降 你身体的维度都在下降 那说明你的体脂率 跟着也是在下降的 对吧 体脂率下降 我们减肥要减的 不就是脂肪吗 那当然是希望有 有体脂率的下降 你全身都会看起来比较紧致 然后看起来更有线条感 而且有了线条感之后 你不是那样 病病痒痒的瘦 是那种很健康 很健美的瘦 这个是我一直 追求的一个东西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案例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案例 是我刚刚才开始带的学生 但他第一十一天 已经讲了四点一斤 我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呢 因为我就是在做这份PPT的时候 我也看到这个美国的 就是运动 大家的这个运动量 还是蛮大的 有运动意识的人很多 但是 有的时候呢 恰恰因为是运动过度了 然后尤其是女孩子这边 他可能就是生理期也不准了 然后量也越来越少了 或者是游血快了痛筋了 这些都是你吸血不足了 有的很多 他像我这个学院 他之前就是去那个健身的 他每周都要去好几次 而且他是下班之后才去 天黑了才去 然后做一些比较出汗 爆汗的运动 然后呢 他就 我当时是发了一条朋友圈啊 我说就是 大家这个运动上面 一定要 根据自己的体制来选择 就是你有的人诽谤 你想靠运动减肥 其实是不合适的 他就是看了我这条朋友圈 他说很有感触嘛 因为他自己也是运动 结果搞的现在这个 生理期 就是量也很少了 两三天就没有了 对吧 然后我就是帮他做了这次调理 然后你看他 大家可以看这个右边的图啊 下面的这个 昨日情况 搭配的运动 我并 我就没有让他 在去之前 他做的那些健身房的运动啊 就是让他 比如说这个 半后期散散步啊 站一站啊 之类的这样 而且大家可以看 他这个饮食 就是他也有吃很多 他甚至还有家餐 就是 而且都是一些家常菜 或者他食堂吃的一些菜 自己 有自己就是可以决定的部分 也有自己决定不了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吃家常菜嘛 对吧 然后呢 他这个是一天 然后就见了四点 就是我的一个心动学员 然后今天正好 看到这个 美国的运动率这么高 所以想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大家一定要 看清自己的体质 然后再去选择 适合自己的减分方法 这样的话就是适得其算 尤其这个女性 这个生理期 其实我们身体的一个情欲表嘛 它可以反映出来很多东西的 如果我们这个身体上 有一些问题啊 可能首先从这个月经上 就会反映得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这个地方 今天特意拿这个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大家听到 这里有没有收获 有收获的话 帮我打一个666在公屏上 好不好 您能看到吗 我看不到 我就能看到这个数字在增加 但是 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点一下 那个聊天 我就是因为点 我这样可以点到 因为 对对对 我在播放这个PPT的过程中 可能就这样 就看不到 对对对 好 那我告诉你 有很多 对666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的这个反馈 然后呢 我这边就是给大家 就是总结了一套嘛 这个我 其实这套我的方法论呢 通过我自己各种学习 然后以及我的新生经验 然后以及我在学员的经验 总结出来这套方法论的底层逻辑呢 减重这方面呢 然后我们去用饮食调理的方式 然后体质调理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就是配合一些 日常的养生的动作 然后这两件事情呢 它又是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 最后我们能拿到的结果呢 就是又瘦又健康 这个 这个 这个因果关系 还有逻辑关系 给大家总结一下 然后呢 今天就是听到这里 然后大家 刚才我打那么多666 就是还想给大家 一点这个养生检体 比较好操作的一些小方法吧 就是我们之后 之后会给大家一个福利 然后帮大家测一下体质 让大家更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是什么 好对应去减肥 但是呢 这里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一些 简单去操作的养生前置的方法 它是适合一个几乎可以覆盖到所有人 然后也呢 也可以让这个 可以像尝试减肥 一边讲肥 一边养生的人 自己可以做起来 第一个就是我特别特别推荐的一个工作 就是柔妇 就是仙人柔妇 仙人柔妇 它一共是有好几次的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具体的教程 都有分练视频 然后今天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 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可不是能看到这个版 然后呢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仙人柔妇 比较简单的指示 因为这个呢 一两次 哪怕是一两次 你这样早晚就坚持地做起来 你可以改善自己的这个便秘的情况 或者是这个脾胃 这个硬化不好啊 消化不良啊 有没有人是经常就会 感觉有点胀气 吃点东西就胃会胀起来 喝原水也会胀起来 好像也没有吃很多 就是感觉自己喝水都会胖的那样的体质啊 其实这个做这个仙人柔妇 都是有帮助的 先柔妇嘛 我们主要柔的是这个 就是中胶 中胶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人体的脾胃是在这里 然后他人体是分上中下胶嘛 这个是在中间的部分 就叫中胶 我们现代人呢 因为已经不学吃不学穿嘛 甚至我们还 每天再加个餐啊 再吃个夜宵啊 就把一天能吃五六顿饭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中胶脾胃还是 嗯 有问题的人还是蛮多的 就是 因为现在这个演出条件也比较好 大家物质生活很丰富 然后为什么会有人 这个胖人就不说了嘛 有的人他明明挺瘦的 但是他就是小肚子这个地方很突出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停一下这里啊 就是那就是因为他中胶脾胃这个地方 他本身这个地方呢 就容易积攒湿气 湿气就会在这个地方停留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比其他地方 甚至就更容易 有一些脂肪的堆积 哪怕是一些只有九十几斤的女性 他明明很瘦啊 但是他就是有小肚子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配合先人柔腹的这套方法 今天可以教大家 那个比较简单的两次 就是绕着我们的肚脐 肚脐这个肚脐本身就是一个穴位 然后就是肚脐中间绕着肚脐呢 然后顺时针的去推二十一次 然后逆时针的这样 然后再去推二十一次 双手这样交叉就可以 然后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然后顺时针先二十一次 逆时针再二十一次 这样就可以 山山老师能不能站起来 您站起来演示一下 这里 山老师能不能把虚拟背景去掉 因为虚拟背景 有的时候看不到小人 也看不到你手 是吗 虚拟背景会 有的时候会一样都模糊掉的 谢谢 这里这里 就是我们终胶脾胃的这个地方吧 就是肚脐胺就在这 看得到 肚脐胺在这里啊 就是大家就是 可以就是现在跟着我做一下 肚脐胺在这里啊 然后我们的手 就是左手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这样就随自己一个 比较舒服的状态就好 可以是两个手这样展开 然后这个上下交叉 然后这样去游 然后也可以右手钻拳 然后左手压在上面 然后这样去游 这个然后绕着肚脐眼 顺时针二十一圈 二十一圈 然后呢 逆时针二十一圈 这个就是仙人柔库里面的 第四式吧 然后它是 就是通过外界啊 通过外界 我咱们自己的这个外界 给脾胃一个动力 你哪怕是那个 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还有早上 刚一睡醒 然后就上个厕所 然后都可以去做这个 甚至你就是 在饭前饭后的 一个小时以后啊 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下 这个动作 对吧 这个我们就是 因为如果做整套的 现在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的是 要那个躺下来 然后这样去做 但这一事呢 就是比较简单 你哪怕是坐着 甚至是站着 都是可以去做的 所以就很推荐给大家 这一事啊 我们通过啊 我们自己的这个 手的力量呢 从外界 然后来给脾胃一个动力 然后促进它的消化 然后这个脾胃 中胶的这种中胶 让中胶小齿轮 然后转起来 因为我们中胶的小齿轮 只有它转起来了 然后它这个胃气 脾气要上升 胃气要下降 所以这个齿轮一转起来呢 你的整个人这个消化 你会感觉很好 而且这个地方 脾胃是我们后天 后天气血生化的来源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 我自己气血不足呢 现在气血不足 应该是当代人 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说气血不足呢 就是因为你的脾胃 这个地方一堵了呀 你吃进来 再多有营养的东西 它不能变成 对你身体有用的物质 去滋养你的全身脏腹 不能去滋养你的每个细胞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无助嘛 所以我们做这个线热柔素呢 从外界 然后给自己的脾胃一个动力 让它更好的转起来 然后 让我看一下大家的这个 然后呢 然后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二个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 这个是这个 我的PPT吧 看得到的 好的好的 然后这个是刚才说的 这个无数啊 再给大家说一下 第二个顺时 什么叫顺时呢 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 从中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一天的早上 就是 阳气是 开始生发 然后下午三点到五点之后呢 然后我们的阳气 要往里收敛 那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 我有一位学员嘛 他是每天晚上下班之后 七八点 天都已经完全黑了的时候 他去健身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本身阳气 是应该往里面收敛的 但是反而是做了一些 消耗外散的工作 其实 你当时就算 健身完了之后 我感觉我身体 好像充满活力的 还挺精神的 但其实你这个时候 消耗的是你第二天 要用的气局 大家有没有就是 喜欢晚上健身的 这个是我自己 真的很不建议的一件事情 就是晚上我们要顺时 这就是要顺时 我们晚上这个天黑之后呢 一切都是要往内收的 我们做一点 比较轻松的事情 比如说晚上七到九点的时候呢 可以泡泡脚 对吧 然后看看电视剧 甚至追追剧 然后呢 十点左右 开始上床睡觉 然后酝酿的 就要进入这个睡眠状态了 然后最好在十一点之前 不超过十二点吧 进入睡眠状态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时间啊 但如果你是晚上啊 去做一些比较发散的 外散的 甚至去做一些爆汗运动 那这个队伍 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身体 一个正常的规律 因为我们人体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嘛 那大自然 它就是白天东升 太阳 太阳白天升起 然后晚上就落下了嘛 那我们人也应该 顺应的自然一起来呀 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嘛 然后呢 还有这个是晚上 健身啊 这个是我看到一个 比较多的现象 然后哪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 咱们早上嘛 大家有没有就是早上 就是吃不下早点啊 或者是我工作很忙 我早上来不及吃早点 这样的情况呀 但早上我们九点 七点钟到九点钟 是一个脾筋当令的时间 就脾筋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这个 它主管我们这个脾胃的 这个这条经络 脾筋当令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 下下是应该去吃一些早点 而且你自己也可以 用这个来判断一下 如果你的身体的正常状态还不错 身体这个还蛮健康的 你在七点九点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饿的感觉的 这个说明你这个氧气 已经生发起来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需要进食 去补充一些能量 它会身体会赔你一个反馈 就是你需要进食 它会让你感到微微的饥饿感 那你正好这个时候去吃 吃一些这个健脾的食物 比如说早上可以喝一些小米粥啊 然后喝一些这个山药水啊 吃点南瓜 这样黄色的食物 是入脾筋的嘛 所以对脾胃比较好 然后可以这个时候 速度服务地吃一顿 爱着脚点 这个也是我们顺食养生 也是一个养生减脂的一个方法 所以就是想减肥嘛 大家就很多人想的 就是我少吃点嘛 要不就是早饭不吃 要不就是很多人 是省着晚饭的嘛 对吧 这个其实都是不太建议的 所以三分三一定要好好吃 好好吃其实是 你只要吃得健康 吃得正确 它是会自然而然的瘦下来 会达到一个很健康的 重度的 会让你一边健康 然后一边瘦下来 反而是这样 不去遵循这个身体的规律 不去遵循这个外界的规律 然后可能才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瘦下来又反弹 或者即便瘦下来也病病痒痒呢 这样一些不好的情况 然后这个基本上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可以听到这里的一种 我都想吃到 谢谢大家的聆听 然后 我刚刚说的就是 也会给大家一个福利嘛 那我们建了一个群 然后呢 大家可以进 想要测试自己的体质的话 可以进群领这个报告 我都会自己那个 一对一的 给大家做这个体质测试 大家知道自己的体质之后呢 然后对应的去选择减脂方法 对应的去选择调理方法 这个是对身体 怎么说呢 达到健康和减肥效果的一个捷径嘛 因为如果不知道自己体质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 你觉得是对自己身体好了 但其实 反而是有害的一些行为啊 好的 那我今天的 这个是免费的对吧 最免费的 最免费的 这是给大家一个纯免费的福利 对 有人在问是否是收费的 不是收费的是免费的 所以大家可以进到群里 那我把群里的一些问题问一下 然后您简单的回复一下可以吗 还有蛮多问题的 好的 来我们从上面看一下 就是哪些人还没有提问的也可以提出来 好 我们从这里开始 体重不重 168应该是168是身高对吧 1米68是吗 53 哦不对 您这个是 我看一下这是谁 您这个是体重不重 16853这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肚子肥肉多怎么办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嗯 有肚子 可以给到 现在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具体的体质啊 特别详细的建议也不好给大家 就是建议大家先这个进行 咱们领一个免费的体质措施的报告 然后呢 群里面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兼致的干货 还会给大家进行更针对性的答应 因为进了群之后 你错了体质报 错了体质之后 我就能根据你的体质给你一些具体的建议了 但现在呢 不知道大家体质的情况下 如果想减小肚子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柔妇啊 这个叫仙人柔妇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去网上搜一下 有很多的分链视频 然后呢 就是跟 教大家的比较简单的那一个 就是你在那个肚脐的周围嘛 分时间21圈 然后历时针21圈 这个每天这个 睡觉之前啊 早上起来之后啊 睁眼之后 然后都可以去做起来 甚至你那个饭前饭后 只要空出这个一小时的时间 然后都可以去做起来 嗯 这个肚子的问题 我也有这种问题 就是我不是 我不胖 但是我就肚子一直有 有坠肉 这个 这个其实也被我们称为瘦胖子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你本身基数是不大的 但是呢 它就是会有一些这个 小肚子的问题 刚才也说到了嘛 体位这里是最容易堆积 湿气的 湿气就是爱藏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本身很瘦 但是呢 它这个地方 小肚子就会秃秃呢 就是因为这个湿气 湿气呢 我们主要就是要来去湿了嘛 去湿怎么去呢 那就是要见脾胃啊 你的脾胃如果坚匀起来了 那湿气它自然能被排得出去 因为如果脾胃很差 脾胃很弱的话 本身就是会生湿气的 我们现在是要一边去湿气呢 对吧 一边还要把它的源头给它切掉 不然你暂时的把湿气去掉了 但你的脾胃仍然很差 那它还是会源源不断的生活时期 好的 那您再调到那个群脉 我看到已经有50多个人进群了 还有孔说 能否瘦身不瘦脸 瘦身不瘦脸 这个体的如果是瘦身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全身上下的体的 就是维度的下降 这个是我们比较追求的一种好的状态 像刚才我说的这个 我的学院案例也是 每周都会给他们复盘维度的 但是如果您的脸上本身这个坠肉 这不是多余的肉的话 对吧 我们减肥肯定是先 这个哪里多余了 然后哪里湿气堆积了 然后导致了肥胖 它这个时候是去到 去这些地方的坠肉 如果您的脸上本身就是 很健康正常的状态的话 那它也不会跟你瘦下来 也就是如果说脸上没有坠肉 那你瘦的肯定不是这个地方 其实好多人问肚子的问题 怎么瘦肚子 这个也是肚子大 而且老美的肚子 我们在美国 那我们家老公就是肚子特别大的 回头要找您 如果是这个肚子大的话 咱们可以就是去进群领那个体质报告 因为这个吃到自己的 我知道了大家体质之后 然后会更容易给大家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啊 好的 那么大家进群 继续扫码 然后希望讲一下减脂后怎样不反弹 减脂后怎样不反弹 其实就是我的这套方法呀 对吧 我一边这个养生一边减脂 那减脂的过程中我刚才提到 我调一下PTL 我用的是饮食调理对不对 你这个饮食调理呢 这套方法不是说要让您饿着 或者是怎么样的 您这些方法 我教给您这些方法 是一些很好的生活习惯 您可以之后长期继续坚持 然后呢 我这边还同时给您做 为了配合减重嘛 给您做一些有利于减肥的体质上的调理 那体质调理之后呢 就会调整好您身体的内在环境 对不对 身体的内在环境调整好了 那自然您再配合上这些好的饮食习惯 那自然就不会再胖起来 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我们给您去了试气 对吧 去了试气 但是您的这个脾胃功能如果还是差 它还是会生试气 你还是会有这个小肚子 你跟我讲的这一个月三个月 你可能小肚子回去了 但是你之后又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要做体质调理 彻底改善这个脾胃的内在环境的 那把脾胃的这个功能 这个渐运的能力提升上去之后呢 那之后不会生时期的 它不就不会再出来小肚子了吗 对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减重的同时 要给大家配合体质调理呢 这个体质调理 而且这个体质调理跟减重 它又有部分加 好的 它是为了配合减重 然后做的这些体质上的调理 对吧 那你这个就是会达到一个你外在 然后你外在呢 你可以一些好的习惯的养成 然后内在你前提内环境的改善 那自然就不会胖起来了 嗯 好 绿蓝钉对吧 你说的就是怎么测体质 那进群 进群会有这个福利 还有Christina 全都可以进群就好了 Rose说 步入更年期增重了10磅 特别是肚子 那这个关于肚子的问题 已经说了又说了 第一呢 先揉肚子 同时呢 您这个进入更年期增重了 进10磅 可能需要测一下体质 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嗯 那这个跟肚子相关的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问题还有点多 好 血脂胆固醇高 吃饭怎么办 这个饮食清淡吧 我只能给您一些建议 因为这个关系到这个疾病的问题 我这里不过回答 给您一些建议 就是饮食清淡一些 然后吃一些这个脂肪含量 这个不要太高的食物嘛 嗯 然后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建议您做一个体质测试啊 这个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是什么 是不是能够适当的配合一些运动呀 轻微的一些比较低强度的运动 好的 这是度啊 我不知道这个您是哪一位啊 如果您进群了 您记得 at一下 赛山老师 就是您是血糖高的人 还有一个是 他还说 感觉记忆力很差 饮食能不能调记忆力啊 我也好奇 这个给大家一个思路吧 因为我这个 我涉及疾病的这个治疗啊 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路 这个还是跟这个健脾很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说脾胃是后天气血生化的来源 对不对 你后天如果气血不足 你可能就会记性差 会头晕 会脱发 会长白头发 但是如果你的脾胃的功能 健运功能 运转功能 提升上来之后呢 你的中胶小齿 它转动的很灵活 很顺畅 那你身体的自然一些 啊 气血就充足了嘛 对吧 那气血不足 对应的一些身体问题 也会得到改善 那所以像我 像我们这些五六十岁的人 那么就是头发 掉发和变白 也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脾胃 是很有关系 是吧 跟气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毕竟这个 咱们岁数是不是在那里 人体 如果把人体 比作是一个机器的话 那用了二十年的机器 和用了五十年的机器 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吧 你肯定会有一些 这个因为年龄的增加 而带来的一些 气血不足的问题 因为本身 像我刚才说 九大体制里面 有一个气虚 这个气虚 就是气血不足的 那个气啊 说的是一个关系 那那个气虚是他本身 随着免 免令的上升 他人就会 气不足 虚就是不足 气虚就是气不足了嘛 那么 这个 心肠代谢跟这个气血 是不是也是 其实是 类似是一回事 这个心肠代谢 它是一个 就是西方医学的一个教法吧 可以这样说 然后如果你不要对应在 中医里面的话 那我觉得它可以对应的 就是 那你的气血是否充足 然后你的皮胃的建议能力 是否强 嗯 好的 那个 Colin 您说 如何学习日本的饮食方法 这个老师是会教的 莎尔老师是 会指导大家的 您进群了没有 能否介绍条理体制 对 这些都会在群里介绍 如何捡肚子 太阳花说 如何知道自己体制 那么就是进群 这里就先不做 这个 凯利说 如何做到又瘦又健康 刚才老师讲了很多方法了 然后如果还有具体的问题 就是进群 刚才说柔腹 仙人柔腹 太阳花说什么时候柔好呢 我好像听老师说 早上和晚上 还有就是饭前一小时 是吧 饭前饭后 空拍一小时 都可以的 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前 早上一睁眼 早上一睁眼 还有晚上睡觉前 正好都躺在床上 OK 就在床上揉比较好 是的 今天因为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方法 就是这个仙人柔腹 它也是很好融入境 日常的一个方法 就比如说我让您说是 我建议您去这个公园里面 打一套八段井 是不是有很多人 他就做不到 应该要上班 或者要有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仙人柔腹呢 你早上赖床的那一伙 晚上睡觉前了那十分钟 就把它做起来了 所以今天特意给推荐给大家 那一会儿能不能把 刚才您那个图 发到群里 这样子可以让大家看着 如果要有视频就更好了 您能帮忙找一下视频 有很多这个跟链的视频 我自己也拍过 我可以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进去吗 对 发到群里 好 揉几次 每天揉几次 每天早晚各一次 早晚各一次 就是一天两次了 对吧 早晚各一次 但是如果 您说我这个最近 好像有点便秘了 或者我感觉 我整个消化不太好呢 那您这个饭后 隔个一小时 然后再揉一次 也没有关系 好 如果便秘的话 饭后再多揉一小时 一次 饭后一小时 好 然后很多人都说谢谢啊 我在听的时候 我也感觉非常实用啊 就像您刚才说的 那个顺时 其实孙医生也非常强调 就是要根据这个 自然的节律 以及身体的节律 对吧 那其实 孙医生讲节律 您说的顺势 都是一回事 那 今天又强调了 好 杨说 不是很胖 但三酸 甘油 脂 膏 如何调理 甘油三脂吧 甘油三脂膏 这个就是您 这个血糖学士 的问题 这个不过具体的建议啊 但如果您有减脂的需求的话 那咱们从轴腹开始 可以试一试 然后饮食上的清淡一些 好 那么 其实刚才那个杨 刚才生沙老师也讲过 也有人不是减肥找他 然后是通过养生调理体质 然后身体就产生变化 所以如果您进去呢 也可以跟沙老师了解一下 通过调理体质变化 多久需要重新测定 体质调理的话 我建议如果您全身 真的特别好的话 那三个月就可以重新测试一次 但是 我看您分享的那个舌胎的那个是 一周还是多久就 我说如果是做这个体质测试报告的话 然后建议三个月 这个舌胎是我给我的学员做的 我几乎每周或者每隔十天左右吧 然后看大家的方便 然后就会给大家做 像我这个学员不是7月19号到8月30号吗 它其实是我一个月的学员 但是呢 几乎40天 然后我就给它做了 这是四次的复盘嘛 这是我做复盘的时候给大家做 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 从那个暗黄 然后到后来的这个鲜艳的颜色 这个看的都马上都想 马上要找莎莎老师 而且清爽了很多 就是群里有没有这个伙伴 是那个 比如说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有机会感觉这个舌胎厚厚的 腻腻的 然后我嘴巴里面不清爽 还感觉就是有一口糖 感觉也咯不出来 就是嗓子也不太舒服 或者是 就是嘴里面比如说有异味啊 甚至发苦 这些它都是跟体质有关系的 OK 那么也就是说都可以这样子经过饮食啊 还有就是您说的这个体质条理是可以改变的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绿蓝定我不知道您问的这个price 是指哪个package 现在这个体质测试是免费的 您先进群 然后莎莎老师 他下面的其他服务 您要跟他谈 好 然后 血糖高 怎么饮食 怎么吃主食 血糖高的话 怎么吃主食 还是这个关于疾病的问题 不过具体的回答 给您一点小小的建议 吃主食的话 您可以吃粗粮吗 因为它的这个GI比较低 可能有助于您这个空糖 那指的就说不是白米饭 而是吃粗粮哈 对 好 明说一天可以吃多少个鸡蛋 这个是为什么这么问呢 是因为本身是很爱吃鸡蛋 还是说要用鸡蛋做一个清断食呢 因为不知道您的具体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不好给您建议 我记得以前孙医生也讲过啊 就是鸡蛋一天每个人可以吃多少个鸡蛋 然后包括对胆固醇的这个担心 要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孙医生那一期讲座啊 就到我们的YouTube上去看一下 而这个具体到底您问的就是为什么要问到这个吃鸡蛋的问题 这个您可以到群里啊 经过体制测评以后 然后再让那个山海老师再提出建议 换灯片不能分享不好意思 因为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案例故事 柔腹用多大的压力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自己感觉到舒服 而且柔腹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倒一些这个润滑油 然后减少这个手跟这个肚子上皮肤的一些摩擦 然后这个油呢 您大概可以就是这个揉一遍 这个仙人柔腹的这个全部啊 全部揉下来大概是十分钟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加一次油 然后揉到最后呢 基本上这个油是几乎快吸收的状态就比较正常 至于用多大力气呢 那就是按您自己这个舒服为准 嗯就不要痛但是要有一点力对吧 对但是要有一点力的 嗯好的谢谢 嗯哎史云 谢谢史云那个提的好问题啊 日本也重视蛇疹吗 中医学的是咱们国家王祖宗的东西 嗯日本有很多珍珠的店 嗯对 蛇疹我几乎没有怎么见的 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蛇疹啊 为什么给我的学院要复盘这个蛇疹呢 并不是说我在线上知道就只能看到舌头 也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蛇 蛇胎 它反映人体很迅速 对吧您看这个条理了之后 这一个月四十天就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状态 对吧你看这个从七月十九到八月二号 然后也就就是两星期然后八月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这个时间长一点 然后最后呢八月二十三号到三十号也就只有一个星期对吧 嗯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当然就是如果您啊一开始呢舌头还蛮好的 然后您出差了一段时间或者吃着饮食很油腻的一段时间 很不规律的一段时间 那可能比您自己的身体感受要快的是这个舌头的反应 它可能就出来了一些舌胎啊比较厚重啊的情况什么的 这个舌胎真的反应的是很快的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给大家看这个舌胎嘛舌疹也是可以就是更快更准确的了解到大家的身体情况 好的我们这个已经超时了哈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两个问题啊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口水比较粘稠是什么原因 这个多方面的原因吧 这个口水这个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然后我们口腔里面的唾液 然后也是跟这个脾胃的关系有关系的 但是不知道您的体质的话 单凭这一点然后不好确定 您可以进行做一下这个体质报告 好的啊谢谢 那个请问气血不足脑供养不足 有办法增加气血吗 哎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好多这个气血 包括柔腹也是个气血啊 对啊其实气血不足它是一个表现嘛 但是它的根源在脾胃啊 因为体质才是气血生化的来源呀 它这个地方你的来源地方没有给你提供 先生的气血 你是不是会气血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根源问题啊 去相应的去解决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正常 比较正确的一个思路 嗯一个柔腹一个泡脚对吧 刚才您也提到了嗯泡脚 嗯我是顺时养生 嗯泡脚也是一个去湿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泡脚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啊 就让这个女童老师提到了 我就说泡脚不是适合所有人 也不能所有人泡哈 OK 太好的 还是先进群测测体质 对啊 对啊 对为什么泡脚我没有写在这里呢 因为它也是一个比较简单 易操作的方法对吧 但是我没有写 就是因为要根据大家体质来 哦 哦 就是说柔腹大家全部所有人都可以柔 不会有问题 对 但是泡脚是不能够 哦 OK 好 理解了 谢谢 我也刷新这个认知了 好 而且泡脚的话 我还可以就是如果是我的学员啊 我知道你的体质啊 我会给你推荐一些比如说泡脚包啊 这样比白水泡脚会更有一些 啊力道 然后更那个效果会出来的更快更好 嗯 所以这个不是适合一个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一个是泡脚包的选择要根据体质来的 所以就是大家这个这个不要自己盲目去试啊 嗯 好的 哎有人说这个群码不能扫了吗 嗯 如果不能扫的你们at我让我加我拉你们进群哈 嗯 刚刚看到 好的 那还有问题 那个最后啊最后再简单的回答 第一个可以隔着衣服柔腹吗 嗯 刚才您说要用油那指的是直接柔腹对吧 嗯 那个如果是到了润滑油的话 我就建议您 嗯 把这个仙人柔腹的全部 这个好几世啊 一共倒出了有五世 对吧 一二三四五 把这五世都做起来 如果在您方便的情况下 然后倒着润滑油去做 如果您不方便的情况 对吧 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在这个 附近啊 附近 二十一圈 逆时针二十一圈 这个和这衣服也都没有关系的 现在都可以做 对吧 对 嗯 好 突然出汗 这个iPad 您是不是更年期啊 突然出汗 因为我就经常 跟年期经常出汗 嗯 是不是湿气太重 不是 出汗跟 这件色体质才知道 而且就是跟大家 嗯 好的 那么 这样子啊 我们就解答到这儿 因为今天的确啊 那个也谢谢大家 这么踊跃 看来 不只是我感兴趣啊 大家也都感兴趣 好 那还没有进群的 再给你们一分钟 扫码哈 嗯 那个截图 那也非常感谢啊 那个山海老师啊 嗯 那个给我们 有一个多小时了哈 嗯 请再回答一个 好吧 那 那个是哪个问题 羊应虚弹湿 可以泡脚吗 弹湿体质 建议您 这个应虚和弹湿的 弹湿的这个比例 您做过这个具体的分数 或者是它的这个比例 有多少 如果是以 弹湿为主体质的话 然后您可以泡一些 就是去湿的泡脚包 哦 因为我这边做这个体质测试 然后因为确实人的体质 不可能只有一种啊 因为我刚才说到 我们体质不是有九种吗 但是我们人体 不是说我就只有这一个体质的 可能是一个多种复合型的 对吧 哦 那就是应虚弹湿 那么应虚需到什么程度 弹湿湿到什么程度 也要 对 OK OK 明白了 好的 那个coin 进群哈 进群以后会发这个 免费的测评 是免费的啊 我主持的太好了 哎呀 太感谢了 好的 没有办法进群的 在那个 我们的健康群里面 at我 或者你们有我微信的 就私信我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你拉进群 好 谢谢大家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夸奖我 让我也特别开心 还有还有 祝贺大家 中秋快乐 哎呀 忘了 差点忘了 好的 那辛苦了 山山老师 再见啊 我们在群里见 然后下周我们的 我和苏英山还没确定 下周有没有讲座 也许有 也许没有 大家注意观察信息 谢谢 新朋友们 欢迎你们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